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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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又是我Coach Fui 今天我想讲的就是 Step back OK 而且最常用的一个步法 Step back 因为有James Sergeant 又有Curry 因为现在很流行射三分 尤其是step back 三分 好 那我们怎样做一个step back 看着 第一样东西 我会介定有两个step back 第一那个 类似James Harden 突然间step back 然后射球 另外一只也是James Harden 冲进去 扣平 step back 有两只 好 那怎样做呢 首先第一样东西 你要做的就是 其实就是 右脚 不要伸直 你应该伸60%至50%左右 然后 弹开 弹开的同时 怎样可以有力一点呢 记住 我们这只脚 另外一只脚 要帮手踢出去 然后 简单点 如果你想练你的step back 你应该用V step去练 1 2 3 去这样练 练熟了力量 OK 那你就可以做了 而step back 怎样可以射球会稳定呢 第一 step back 用完力之后 这只脚 带动它 去另外一个方向 记住 落地的时候 一般落地 大家合起来的脚 所以射球不会稳定 如果你想 step back 一个射球 稳定的话记住 step back 落地的时候 双脚落地 最好有轻微前后 射球会更加稳定 好 如果假设 好像 James Harden 敌人在前面 cord over cord over 突然 step back cord over cord over cord over 右脚贴 shoot OK 会稳定的 记住 落地的时候 前后脚 另外一个会较为难一些 OK 因爲它会加了一个 dupping 插花 插花 go stop dupping dupping之后 跳 这只脚带动 OK 看着 插花 go up 跳 jump OK 记住 落地那一刻的重点 记住 落地那一刻的重点 OK 插 抹闊 明白 然后 再向上跳 射球 OK go 好 明白不明白 好 如果我们怎么练习 这个 那个V step 看着 第一样东西 尽量不要用这只手 因为当你step back的时候 你不会用到这只手 OK 你可以拿着球 是没问题的 OK one two 摆动 尽量跳外一点 OK 如果 你想练好一点的话 你甚至可以加停 OK 右左右停 OK 再来 左右左停 OK 右左右停 左右左停 就是这样 当你有停的话 你的平衡会更加好的 OK 那你试一下 用这个step 去练习 记住 如果你要 好像平时 金沙腾那样 记住落地那一刻 一定要抹回直腿 OK 好了 一个很简单的步法 我觉得相当有用 OK 希望大家 看看今次可不可以练到 OK 当然了 做回哈顿最劲的一招 double step back 好 好 好 完 畢竟